诶 她居然没上人生娃娃的武装来 盲切 两边都是彩云之男 那阵容上的话还是我们这边稍微吃点亏啊 变卡也稍微吃点亏 我估计抓 应该是抓着别人上三封这种阵容 盲切如果是我们这套阵容 碰到人家什么 女儿武装盘斯 咒诗加化身 那是真的笑出声 我没注意看速度啊 如果一会看一下 我们这边武装的速度 能快过她女儿村的话 那让对面地府忙点 抓抓武装也挺好的 那我不知道 你得问她 不行 这场我要好好解说了 我得把电脑显示器打开了 效率 碰一下小特技 还行 这剑没速度 武装没速度就没速度 这个问题不大 想打九转 我对锦衣一窍不通 你问我可真是问对人了 他这个应该是后面的尾巴吧 这个锦衣 应该不是手上的东西 往两加上 前面几个九转 好像都是提气的 他之前打的时候就是这样 摇灵的 还好没跑 这样这个宝宝可以顶蓝药 提气的黑玉 然后 两个 两个衣服开天 力气苍穹收尾 可能他这个宝宝本来就挺快的 啊 这是点神木了 这个要是套中的话血赚 赚麻了 不过小死亡也没中 无所谓了 啊 五光灰的 我以为是金青的 嗯 玄灵珠回春 可以的 他这个神木灵 居然不是玄灵珠破军 还咬铃铛 还好 中了 但没有完全中 怎么感觉有点路径依赖 直接欢扬了 不管 反正不欢扬也没抗得行 还不欢扬 鸟阵呢 伤害确实稍微差一点点 鸟阳岛应该也晋级了 都晋级了 所以这两边是属于五五开 就是大家都可以放开打 也没有什么心理上的顾虑 打得奔放一点就行 对面一号是个四季 但是四季宝宝在遇到九离城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太大优势 可能一回合九离城就能把他清了 但是因为这次出这两技能 那就当我没输 钓鱼岛全胜 他没输过 如果他输的话 我之前看PK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跟我说的 说钓鱼岛输给了谁谁谁 之类的 他应该全胜 神热武器对于九离城来说就是省个九转 不过现在反正也是地府在欢扬啦 这样的话就是 相对来说保留一点神器的效果 凝视化身 应该是为了让九离城快过他的化身 又是一个四季 这样一下子四季就去了半条 然后因为四季也不能省用 虽然他打别人不能省用 所以 就相对来说比较好轻一点 他这些是百分百不能省用的 这个也是四季 下一个就清他了 又是俩技能 四季抗星也会差一点 因为他确实他降抗星 没有用高速拉 怕对面点人尸体挂小死 用的慢的宝宝拉 没有用高速拉的 对面不一样 你能想要去干净 你能怪那些没关系 我会不会跑了 你能怪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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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怪不一样 我不是为了 你跟我有个挑战 你只能怪不一样 你不能怪不一样 我最舞妙的 你不不一样 只能怪不一样 好 你回想不一样 你会不一样 对 伤害确实是非常高 主要是让他完成的最后那一下就比较好 要关大刀 我将该去参加一个弱的弱原格 我将在打出了 проблема 我将在用这的弱原格 对 伤害,参加一切 对 我那么一下 我会让一个前进 对 那个前进 对 不如我 它有随意 我认为 entity 鬼的 哦对面化身带了乾坤挪移 他化身应该是乾坤挪移被笑了 这样的话他不仅小死亡没挂出来 顺便暴露了一下自己化身 不然他女儿村没有必要人开化身了 那这样的话就要同时也要考虑 刚才跟生日快乐那个一样的情况 就是他女儿村带怒木 给化身怒木再加挪移的情况 不过上次已经打过一次这个情况了 应该会有所警惕 地府就接着还阳德了 反正也放弃治疗了 伤害拉满正好弥补一下这个阵法的影响 话说你们知不知道 钓鱼岛的这个女儿村有没有乾坤挪移啊 你们知道吗 这个不是猪天的卖的 肯定是杜劫卖的 因为现在有地厅的话 地厅比任何单位都重要 那这样的话 对面有可能是女儿村乾坤挪移 有可能是女儿村喝酒是为了怒木 给化身怒木 然后再让化身乾坤挪移 所以 然后九丽城现在身上又只有天地一个状态 那你要防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防人娃娃鱼 第二种 防止对面女儿村乾坤挪移 第三防女儿村给化身怒木 然后挪移 不一定 因为 因为那个 之前生日快乐的时候 生日快乐他就是武装身上 同时有金刚怒木和乾坤挪移 不过他那个是男号 我不知道钓鱼岛这个女号有没有这样 不理他 娃娃鱼 点着天地啊牛逼 这手操作牛逼点天地 就不管他女儿村干嘛就放 然后再笑他的化身 可以 这样的话 如果是他化身挪移 那没用 会被笑 如果是他女儿村丢娃娃鱼 或者是女儿村挪移 武装点着天地都可以 这个确实枪啊 这手操作 他宝宝暗防御了 所以被铁锋焊盾给焊掉了 无法防御 而且不仅不能防御 还会百分百浮空 没有没有化身应该不会被笑 他既然认娃娃鱼了 就应该是 想的女儿村破掉 这手打的确实非常不错啊 点点着天地 真的强 然后地府还阳化身拉金刚 就行了 地府 我记得我们这边地府 是比化身快的 这样只要多一个金刚 他就不一定敢用 那个 挪 不一定敢用娃娃鱼了 可以破碎 可以破碎 他已经破过一次了 游戏声音 前面 说过了 差不多吧 就这样 好了 如果嫌小的话 自己电脑什么的声音 开大一点就行 人拉了 没有再还阳了 想点他的神木 当然小鼠王没中 这边有所警局啊 特意把血盯满了 魔神之刃 没事 这波点不死 下一波还能再点 因为九里比他化身快 而且如果怕他神木力 暗防御的话 可以铁锋焊盾 可以取消防御 没笑 他女儿孙一直是满怒的 没去管他 因为他女儿孙 确实你爱金青爱罗汉 都无所谓 不影响 反正现在的金青 也不放小鼠王 爱放不放 再笑大堂 不让破碎 这次挂上了 他防没防 连顶了两个大 没按防御 他现在有两个高速宝宝 这两个高速宝宝 是挺影响点杀节奏的 大堂被削了 破碎被削了 而且他这样的话 7宝解不掉 其实一个真相也就4% 说多呢也不多 说少也确实少 在九里城这个伤害面前 很多时候他们是为了 比如说出地厅的时候一起 这样的话方便 整回合 毕竟现在武装出手挺自由的 没有什么阻碍 如果是武装盘斯那种212 在面对女 哦还手动清新兽 就怕众无魂了 如果是武装盘斯212 这种面对女儿国标 武装经常被控 那你被疯了 反正没事做 你上个真相就上一个 现在这个情况是武装 想干嘛干嘛 自由度比较高 所以呢 可以先补上真相 问题不是太大 目前来说 目前来说轻宠的节奏还是可以 还不错 但是点杀上啊 伤害上确实差一些 应该还扬了两次了 还不知道三次了 加过了 有王俩追魂 三次了 感觉伤害上还是差了一点 笑一下神木的金青 上限是有的 最高加50%伤害 减50%的防御 再补流云 撤到 这个大死亡 就是为了破招架 但是中了 还行 出完手再死 也不是很亏 那就接着还扬 我想想啊 女儿撑给花生诺木 花生点的就有一层挪移 花小索 有那么高端吗 他如果猜到是地府还扬 他可以这么玩 那没有 有上限 上限50% 这回合 看着又很像是 再点他神木 但是我感觉 这他应该会考虑防一手了吧 我说的防一手 不是按防御啊 就是防点杀 他花生刚才用青石解的大唐 因为花生被套了 所以青石没出来 大唐也就罚战了 应该是这样 无自禁 不让他女儿村 给武装任务魂 改点大唐了 但这个小索王没中 再笑一下地府的大兔子 他还真的是给武装任务魂 我靠 你敢信 也吃了五龙 那一样呢 因为你光挂 你光挂一个小索王是不够的 哦 他就真的任务魂 然后小索王挂过来了 你敢信 还好啊 无自禁啊 你这个无自禁是有点水平的 强强强强强强 这个必须要强 万一无自禁 没有 一个无魂过来 然后天地没上 小索王挂上 倒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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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说 这个我觉得严谷说来没有那么堵 因为啥呢 他大仓点九离止是平卡 就其实点杀失败也不是很亏的 反正 我又不扫 点九离又不需要扫 反正我点死了 我血赚 没挂出消死亡呢 那没挂出就没挂出 反正我也是平卡 也没有那么大影响 人顶大 没套上给他活上了 那他应该够大了 没挂出了个宝宝 好 他被震死所以給了個火 鬼子 兩個輸出都上了盾這都點不了 一定要說能點的話有工地廳可以點神木 但他如果丟個尺的話 或者他防盜了比如說給了個酒飯清廉也不行 我們會先把酒盒子放在這裏 再給我一把酒盒子放在這裏 进攻和防守要有注意 他化身的怒就开始涨上来了 防到了 九范清廉 他防了一手工地艇 他确实按防御了 铁锋焊盾 直接把他焊起 哎 我说实在的 他们这些人的操作是真的赌王一样 他九范城刚才只能用两个技能嘛 所以他用的就是铁锋焊盾加丽皮苍穹 也就是说 但凡这宝宝没按防御 你后面那个丽皮苍穹是根本出不来的 确实是有点强 我说句实话 就 我就好像真的能猜到你这宝宝一定是按防御的 没有 神佑的话其实还好 我们这边前宝宝也神佑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倒还好 因为两边目前为止点杀打的都不多 还是主亲宝宝为止 再笑化身的挪移 笑大堂的破碎 补个金刚 防娃娃鱼 自己可 crois奋 好的 安全 潜山 是啊 嗯 呃 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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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 再笑话声 怕怒目 换了一个号 就是换了个号 还行 目前为止第一把满天 他宝宝全暗防御 滑是滑不到了 但是这把天地又没了 还是可以补天地 所以说把九离城的血量 保持在一个 比较微妙的状态很重要 就是贴是不会贴 但是也不至于被震死 所以我估计 也就有个两三千的样子 差不多了 你再多了就要贴 然后掉血量就 其他人就会掉得很快 当然你也可以说 掉血掉得多 也加怒 看你怎么想 那肯定是乾坤罗姨 因为你集中 因为你集中荡破 你不知道 驱散哪个状态的 你是不知道的 乾坤罗姨 你能保证百分百 把这个单位 所有状态全给驱了 你可以理解为 集中荡破相当于 一个多人版的娃娃鱼 就喷 没什么意义 这把点蛋堂没挂上小锁 有点尴尬 魔神之刃啊 魔神之刃都打不动 大汤抗击是真的好 那不能 这种肯定不行 一滴一尺 他大汤都没管这个地厅 出了个宝宝 结果上这个地厅还能出手 你敢信 可以可以 至少能压死 这大汤只要能压死一次 就会好很多 这波很赚 清碎一个宝宝 清空大汤的状态 怒也空了 然后控化身的恢复了 就是 而且他拉起来 他必须要当前回合 拉起来直接活上 活不上的话 活不上的话 你用慢的宝宝拉是没用的 九离城可以糊 直接糊死 化身都来不及活血 再来一个 那也没有别的宝宝宝可以下滑了 神木可以去秒 拉了个隐弓 神木人拉的大汤 然后慢的宝宝压尸了 因为没办法 他孩子为了怕死 孩子按了防御 然后这宝宝被清飞了 所以只有神木人拉 但是神木比这个地厅的速度要快 他大汤开封了 他大汤开封没开出来 这个是真的报警了 又酒驾了 对对对大汤开封 哇这真的难受 雪转 雪转 转麻了 属于是 一个速度圈恐怕是抢不过来的 他到现在为止 一把女儿村都没抓过 而且看这个卡住了 该不会这地厅还出手了吧 还有一个隐弓 没连没报 怕他怒目化身 再笑一把 酒离成笔隐弓快 先把隐弓清了 接衣服开天 紫星炉弓弓是没用的 又是贵的 那这不可以点对面大唐了 但是这边女儿孙我怀疑他会真地服 拉逆境 他防那个 他用逆境的方式来防小死亡 但是你不怕九厘城下滑吗 九厘城他伤害会滑来滑去的 这是个什么说法呀 不是你这也不够啊 那他女儿现在真都争不了了呀 他这个 他这个五龙丹的催眠是不能用领保的 但是你要把他砸醒啊 他有护盾啊 1300多个虎的 不是 他这个操作应该是想逆境 因为他知道防不住大唐这个点杀了 只能用逆境来防 不然他也不会拉逆境 搞不懂 可以用九厘城去把这个护盾打掉 对九厘城打就行了 大不了用三个封引二刃 当然最好是封引二刃接三荒 再接力屁就可以了 对对对有道理 我也是傻了 现在有九厘城在 根本就不用怕 那这样武装直接三个阵阳就很舒服 因为我偷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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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点地府啊 嗯 糟糕 他现在这个情况 神木灵是不是还有啊 算了 神木灵拉你进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已经结束了 左下角那玩没了 主要是九狸比他化身都快 他现在化身加不上血 然后化身还被抬起来了 我觉得九狸这个速度他就很离谱 拉拉引弓 那就是引弓跟九狸城比这速度快了 对面地府倒了也不用天地了 女儿村这个好像也是高速感知的 没起到九狸城 他那把大堂被压师确实还是非常伤 不然精轻一把还是能回上一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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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厅打法莲了吗